可是今天也有一個實證 就是這個布陶護理師 他跟這個先生 就是最強烈的這個對照組 去跟獅子王聚餐 他居然沒有染疫 先生染疫了 那有可能 可是如果真的是真的 高端真的很有效 我其實要強調說 這個高端疫苗打了之後 到底保護力多少 有沒有效的話 時間會講話 因為你現在打下去的話 說實在沒有做三期試驗的話 所有的疫苗 也都沒有做過三期人體試驗 他也不知道多少 那是我們事後再去追蹤 再去看嘛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說 蔡英文總統昨天 他去打高端疫苗 那今天就民進黨就一堆人 國民黨一堆人 就開始把這些議題一直在擴大 一直希望說 蔡總統能夠先驗血 驗看看說你有沒有抗體 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以前打過疫苗 我就覺得說 這些真的是沒有必要 你這些話 看得出來國民黨真的是慌亂 而且在選主席的過程之中 現在只要打到民進黨 可以打到民進黨的 他們的都可以拿到當做議題來打 你就從頭到尾沒有一個規劃 我說實在 蔡總統今天如果不去打的話 同樣有話講 他說你不是國產疫苗嗎 你叫人家打嗎 你蔡總統為什麼不帶頭去打 是不是 之前就這樣講 現在改口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就打國民黨好了 說實在話 因為我說實在 他們講這些話 真的讓人家覺得啼笑皆非 有時候你又恨得牙癢癢的 我說怎麼一個百年政黨會搞成這個樣子 你看像朱立倫辦公室講 他說63年前國民黨保衛台灣對不對 我就請教你嘛 當年823暴政誰是始作俑者嘛 對不對 是大陸來打我們耶 對不對 那怎麼沒有看到你對於那種發動戰爭 殘害同胞殺死我們台灣人的 你有沒有講過一句話 也沒有啊 你只要紀念紀念 我們紀念的就黑了罕錢對不對 那接下來63年後他說 民進黨保衛高端對不對 那我再請教一下 為什麼要保衛高端 對不對 我們現在全世界大家都在搶疫苗 那我們發展國產疫苗的政策有錯嗎 那現在的疫情到底誰是始作俑者 誰把這一波疫情帶起來的 是誰 我有沒有看你國民黨發表一下 你們的高見 對不對 你們就冤有頭債有主啊 今天是誰把這個問題挑起來 是誰在搞這些東西的 你們要不要發表一下 講一下你們的看法嘛 對不對 好啦 那像朱辦就講了 說什麼國民黨 民進黨治國無能 那既然你說他無能 無能在哪裡 那無能的話 你為什麼不好好監督 對不對 那你讓他一直持續無能下去 你都沒有監督的能力的話 那你這個在野黨 當在野黨都不及格了 怎麼可能放心讓你 你當執政黨 對不對 而且說你今天如果好好監督民進黨 這說真的就像我們常常也在批評民進黨政府 那批評的話 你如果能夠照這種方式來監督的話 你今天的支持率不會只剩下這些數字啦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你說 他有講說什麼煽動兩岸對立啦 那我就真的這個真是倒果為陰喔 想當年的話天天喊著殺豬拔毛的是誰 對不對 那你現在說煽動兩岸對立 意思是說你的錢副主輩 那時候反堅決反共對不對 那你們到你們這一輩就不用了嗎 對不對 這叫做兩岸對立呢 我就說了奇怪你們到底是要反共還是要那個 他說什麼 那個朱立仁辦公室也講說 國民黨將持續挺身作戰守護中華民國 什麼民主自由 你看我都不會念 那你要守護中華民國的話 他們說的 你靠打嘴炮就可以守護中華民國 是誰在擋軍國 對不對 我每次要買什麼都浪費那些錢啊 什麼打仗不要打仗 載留子孫啊 對不對載留子孫 昨天他講得很清楚也對 那你要守護你的民主自由的話 那現在到底是誰在跟專制政體啊 政權啊 每天在那邊眉來眼去的你告訴我 所以就是說有志國民黨主席 我昨天也呼籲 他現在沒有人要理我 朱立仁跟江啟臣兩個人 是不是要簽署一個不落跑宣言 對不對 比較用力的嘛 你今天要選黨主席的人 國民黨真的要捍衛台灣的話 簽一個不落跑宣言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其實亂七八糟 好啦 那這個江啟臣說實在話 你要選國民黨主席 難道國民黨真的裡面都沒有人了嗎 就明明跟你說有一個 三十幾歲的那個美國女子有沒有 打了針他就當場昏倒 頭還撞到地上有沒有 那不良反應通報嘛 那人家有經驗的 一看就算那叫暈針啊 那跟打疫苗一點關係都沒有 什麼叫暈針 我解釋給你聽啦 你包括打針抽血輸血啦 只要那個針壓起來 都有可能發生嘛 因為那種他叫做講白話 暈針很多人不清楚 那叫做打針恐懼症啊對不對 那不是要打的人才會暈針耶 你站在旁邊看的人也會暈針耶 那是心理反應啊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說很多人看到暈針 所以你看我們以前在跑新聞的時候有沒有 不是很多人只要看到鮮血的話 他也會頭暈腦脹啊 對他也會暈倒啊 所以那個時候有時候在車禍啦 或者什麼命安現場 大量血氣的時候 他都會叫很多人不要靠過來 不要看 為什麼怕看了之後你還 人這邊在急救啊 你看看又倒下去又要幫你急救 所以他就跟你講說 這種是一種心理性的一種疾病 心理性上面的一種症候群 所以就跟你講說真的 你如果要選黨主席的人 你也稍微拜託 那其他人這些話回應就交給其他人去回應 不過我要講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也是想選總統的人 大家都很清楚嘛對不對 他不是那天才講說要編28億的預算 有沒有 提供市民施打第三劑嘛 那個叫做預防性預算 我只想幾點請教柯文哲 你這個預算編下去 明年才能執行 你能夠預知到明年的疫情變化嗎 而且明年的疫苗到後狀況 你也能夠知道嗎 到目前都還搞不清楚的話 你現在變28億 你台北市是很有錢嗎 你變了這28億 是不是要排起其他預算 對啊 那排起效應到其他預算的話 還是你覺得說其他事情 我都做得很好 都不需要什麼預算啊 對不對 所以我很強行的 對不對 我給28億可以拿出來亂開 是不是這個樣 那我就跟你講說 疫苗本來就是中央要負責統籌的嘛 對不對 明年才執行的預算 你明年你都快下台了 你再跟人家瞎扯什麼蛋 對不對 那到底是誰債留子孫 你變了這個東西不能動用的話 那到時候下一任的市場 不就倒楣 所以就跟你講說 到底在想什麼 我實在搞不懂 好啦 那你說你要買疫苗 28億 你要買什麼牌子 你要向誰買 對不對 你八字不是連一撇都沒有 是連根毛都沒有對不對 那你現在在扯這個幹什麼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說 你要買一千萬劑的感覺 就不會輸 就像28億可以買一千萬劑的 所以就常常講說 等當你總統當了總統之後 再來夢啦 做這個夢啦 他現在還講說 我那個編的預算 不一定要花錢 我昨天就在那邊問我那個 又說不一定要買疫苗了 在耍誰 對啊 我昨天就當場就問那個苗議員 苗北亞議員 我就問他說 他如果預算送上來的時候 你會過 你會讓他過嗎 大家都覺得說 你什麼都還不知道啊 都還是一些未知的時候 你發這麼大聲 你發給誰聽啊對不對 可是我說實在 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我們現在最怕的東西 雖然臺灣疫情現在很恍和 我也常常跟人家講 我一直很擔心 我為什麼不趕快打疫苗 我就每次要打疫苗 時間就過了對不對 我就說 現在疫苗的情況之下 大家臺灣最怕的是什麼 突破性感染 現在那個屏東的那個衛生局長 他也公佈說 當初第二大病毒在屏東 不是造成恐慌那一次嗎 他說屏東祖聖案那個時候 你知道那個第二大病毒 是怎樣感染的 那個居家隔離的那個祖孫有沒有 他就拿了垃圾掉下來 要倒垃圾對不對 鄰居看到離他五公尺 兩個人都有戴口罩喔 他就問他說 我幫你倒垃圾 走過去要幫他拿對不對 他就趕快跟他講說 不用不用你不要過來這樣 就這樣喔 他被感染了 這麼恐怖 五公尺耶 才這樣對話兩句耶 那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第二大病毒的傳染率 為什麼現在全世界 大家都在講說很強很強對不對 到底強到什麼程度 為什麼最近很多突破性感染 包括從外國回來 打完兩劑疫苗之後 他還是被感染啊 所以人家講說 因為現在第二大病毒 有所謂一個專有名字 叫做免疫逃脫啦 免疫逃脫 就是這個病毒已經可以 辨識你體內免疫系統的功能 辨識的能力啦 所以你如果打了疫苗 說我可以閃開啊 就告訴你他是變裝高手 讓你那個細胞 T細胞什麼東西 認不出來 這麼恐怖喔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